嗨大家好我是Lessy 现在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快节奏的时代 特别是近年来短视频的流行 这种高信息密度的内容形式 让我们越来越没有耐心去静下心来 去看比较长的文章或者是视频 有时候我们遇到这样的长文章或者是视频 就不想去看完 而只是想去看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 或者是里面提取出来的 可用来指导我们行动的一些核心的要点 那今天的话我想给大家去介绍 如何利用XLGBT来帮助我们完成类似的这样的任务 就我们不需要再去把整个视频全部看完 而只是利用XLGBT的归纳总结的这种能力 去帮我们从这个视频里面提取最核心的点 然后为我们所用 当然话这里只是一个这样的思路 它并不是说只局限于YouTube这个平台 或者说只局限于视频 你也可以灵活的去局一反三 用到其他的视频平台上面去 或者是应用到文本上面去都可以 我在网上随便选了一个视频作为这个视频的案例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视频有11分20秒长 然后它是教你怎么样去做一个营销的计划 这个是跟我专业相关的 一个一步一步的guide 我们可以在这个视频的右下方这里有一个三点点击一下 然后一个show transcript 就显示它的这个transcript 它的一个脚本 大家可以看到下面是英文的 然后auto generated 就是自动生成的 然后我们在右上角这里有三点点一下 有一个togger timestamp 我们点击一下这个时间码就没有了 就是存文本的形式 对不对 这时候我们可以复制这上面所有的文本 Copy 然后我们打开ChatGPT 然后我们在ChatGPT里面输入这样的一句指令 Summarize below YouTube transcripts and list all the steps to create a marketing plan in bullet points style 就是总结以下面的YouTube的这个transcript 然后列出来所有的这些步骤 去创建一个marketing plan 对吧 然后是用什么样的形式呢 in bullet points style 就是要点的形式 对吧 而不是说一大堆的文本 所以这是一个小技巧 就是我们要求它产出来的这个response 是要用什么样的形式 对吧 不然的话它就是一大堆的文本 不是非常的清晰易读 然后我们把刚刚 复制的这个transcript 把它全部复制 把它粘贴到下面来 然后点击发送 然后刚好是七个步骤 对不对 然后每一个步骤是什么 具体是什么 所以它在这个视频里面讲了这个七个步骤 五六七 所以我们就知道怎么样去做一个营销计划 而且我们花的时间更少 对吧 就是用一个这样的指令 但它这个指令就是我自己想的一个指令 你可以去变化一下 让它写的更加详细 对吧 或者你可以在下面直接写 让它去提供一个detailed version 更加详细的版本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节省了大量的时间 不用去看完这十多分钟 然后花几分钟的时间 就可以把这个视频的要点 可以get到 效率非常的高 节省了我们很多时间 当然的话 上面的这只是一个案例 我只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思路 那如果你要去总结文本的话 你也可以用这样的方法 对吧 比如说我提供了三个参考 Summarize the following text in five bullet points 让它列出来这个下面的文本 用五点这种重点要点的形式 对不对 或者是What is the key take away from the following text List them in bullet points style 这样的话我们就让它非常清晰 它的结构非常清晰 一读 而不是一大堆的文本 对吧 它的主要的要点 你需要总结的这一大堆的文本 把它复制粘贴进去 它就会得出来你想要的这个答案 如果说有些网站 它的视频没有这个没有像YouTube这样的功能 不能够直接显示它的Transcript 你也可以做多一个步骤 去把它把文本去用一些听写的网站 去把它听写出来 然后再操作就可以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灵活的运用这个方法 不一定说要严格的按照我的来 或者说去挑我现在这个视频的毛病 这个不行 那个不行 我只是给大家举个例子去引导一下大家 并不是说就只能这样做对不对 那在前面其实我很多的分享视频 我都看到有很多这个毛病 它不是去举一反三 它还是去建立的去挑目前这个视频的毛病 说这个不行 那个不行 所以聪明人一定要学会举一反三 而不是说去找茬去抬杠 OK 那谢谢大家观看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用的话 请不要忘了给我点赞评论或者分享 谢谢大家拜拜 谢谢大家